花木创作的长天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345集 出发之前 有专业工作人员过来 帮他们检查安全带 顾泽望着那复杂的车道 一颗心已经砰砰砰地乱跳起来 此刻的心情 真的可以用复杂两个字来形容 究竟是有多恐怖 把那些人折磨得如此狼狈 他该不会也这样吧 顾泽还在想呢 广播已经在告知 过山车马上就要出发 请游客做好准备 并注意安全 你还好吧 尼拉苏似乎是看出了他的紧张 用胳膊肘抵了他一下 顾泽看了看他 没有说话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说好的话 待会儿万一又哭又吐 那多丢人 但如果说不好的话 他又不肯 尼拉苏表现得很轻松的样子 放松点 别紧张 就当是飞机遇到事故 免费玩了一把跳伞 别逗了 这玩意儿能跟跳伞比 开什么玩笑 跳伞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毕竟生存率是比较低的 这玩意儿顶多是刺激一下 危险几率还是很小的 马上就知道了 尼拉苏的话刚落 过山车搜的一下就窜了出去 顾泽整个人 默得僵住了 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双手紧紧地抓着安全把手 脸色都白了一层 什么玩笑 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一阵天旋地转 耳边是刺激的叫喊声 还有哭着喊着的救命声 再后来 他大脑已经失去意识 整个人完全不能平衡 那感觉就像在天空中兜兜转转 起伏不定 不知道过了多久 全世界终于安静了下来 尼拉苏坐在椅子上 没急着下来 而是稍微缓解了一下 做了个深呼吸 平息了一下刺激的情绪 而旁边的顾泽 这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木偶 坐在那儿半天都没有反应 喂 你还好吧 过了好一会儿 尼拉苏策默问他 顾泽没反应 诶 尼拉苏推了他一下 还是没反应 不至于吧 尼拉苏伸手 在顾泽眼前晃了晃 还是没反应 尼拉苏有点紧张起来 卸下自己的安全带 爬到引子上 晃了晃他 喂 顾泽 哎 顾臭嘴 哎 顾泽依旧是没反应 工作人员 见到这边的状况 过来询问 你们这边是怎么回事 哦 我的朋友吓傻了 麻烦你过来 帮我把他弄下来 尼拉苏没办法 只能求助了 先把他弄下来 再说 对方将顾泽 打量了一下 说道 看着人高马大的 这么点胆 听了这话 尼拉苏立马就不高兴了 瞅了眼对方 没好气地开口 哼 怪不得你长这么一点 都被胆给占去了吧 居然敢吐槽顾客 当心我投诉你 别别别 我就是开玩笑的 顾泽 你到底怎么回事 下来了 米拉苏又推了推他 顾泽在他们的对话中 已经找回了意识 看了他一眼之后 又缓了缓 然后 才自己卸下安全带下来 出来之后 看到一个长条椅 直接坐上去躺了下来 整个人 就好像还没缓过神一样 完全不顾形象 喂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米拉苏被他弄得摸不着头脑 算了 让他休息会儿吧 十分钟过去 二十分钟过去 半小时过去 米拉苏已经叫了他三次了 他就像个木头一样 一点反应也没有 不会 真的被吓傻了吧 米拉苏有点担心起来 就在他准备想办法的时候 顾泽口袋里的电话 乍然响了起来 米拉苏正好借着这个电话 试探一下他有没有反应 结果 还是无动于衷 完了 真的吓出毛病了 米拉苏把他电话掏出来 看到屏幕上显示 大宝贝三个字 说实话 他被hold到了 他接起电话 大宝贝 快来救命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电话那头 顾水愣了一瞬后 才回过神来 语气紧张 之前顾泽就说了一句 莫名其妙的话 就把电话给挂了 到现在又没音讯 他不放心 所以才打电话来问问 难道 真的出什么事了 顾泽坐了一圈过山车 好像是吓傻了 躺在椅子上 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说该怎么办啊 什么 过山车 对 之前还好好的 坐完就傻了 那你们现在在哪 我过来看看 顾水着急得很 这怎么会坐个 过山车就傻了呢 他已经打开柜子 随便拿了一套衣服出来 现在还在游乐园呢 你过来吧 好 我马上过来 你先别着急啊 挂了电话 顾水就迅速地换了衣服 拿了包就往外冲 正在客厅看着电视的顾母 见他换鞋子 起身走了过来 水水呀 你匆匆忙忙地干嘛呢 又要出去呀 妈 您早点睡吧 我出去一下 您没等我了 这么晚了 你急急忙忙 是去哪呀 我去顾泽那边 您不用担心 一听说去顾泽那边 顾母开始 牢牢叨叨叨起来 瞧瞧你们 这才分开多久就耐不住了 你也真是的 一个女孩子家 一点矜持都不懂 她一会儿说要旅行结婚 一会儿又不旅行了 这不旅行了 是不是也该把结婚证给领了 到现在连个说法都没有 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就想玩玩算了 妈 顾泽不是那种人 您别这么说她 我还有急事 就不跟你说了啊 还没嫁出去呢 就向着外人说话 我看你是入迷了 妈 我们本来是打算 近期去把政领了 后来因为一点事 给耽误了 我看了皇历 后天就是好日子 你们也别拖了啊 就后天去领 知道了 我先走了 顾泽急着走 就先答应了 半小时后 顾泽到了 游乐园太大 她直接找人询问 过山车在哪儿 然后直接找了过来 姑子 米拉苏 这儿呢 这里 米拉苏听到声音 看过去朝她招手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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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